美国人搞贸易战 其实杀的一千自损八百 对我们的一千没起作用 但是对自己损耗八百 倒发生了严重的冲击 那么如果大家再想一下 如果我们16年进出口贸易 还像20年以前是处在65%68的状态 那么如果16年68到了2022年 是32 33 贸易战和我们的进出口的高比重 直接相撞 那可能中国经济这些年 会受比较多的冲击 但是我们的内循环双循环的战略 18大以后提出了国民经济的新常态 共计则机构性改革 不在于进出口为主体的这么拉动经济 速度从12 13%下降到一位数 相当到8到9 7到8 6到7 现在是5左右 这些都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格局的调整 也就是我们内循环为主的新格局